哈囉大家好我是瘋哥 那今天呢我們要來模擬一場希望永遠都不要發生的事喔 也就是這個台海戰士 那首先呢我們開的這台飛機是這個F-16 那你們可以看右邊那個是我的遼機 他會跟我說導彈或是說敵人在哪 算是蠻不錯的 然後呢我們這次的任務是就是這個CAT 戰鬥巡邏 那我們帶了四顆的120C跟兩顆的9X 還有一個富有箱喔 首先呢我會試著先側爬 主要是大陸他們福建沿海非常多的S-300 我們如果太過去 一定會進入他們的最佳射程 所以我們要盡量 我是這樣想 我們要盡量把戰鬥 是在本島 或是接近本島的海岸上空去完成的 所以我們一開始先爬升 你們可以看我們的RWR 後面的16就是我的遼機 那50呢是他們的預警機 空境2000 那那個像29的數字 那個則是他們的殲11 或是其他系列的飛機 OK 我們要準備進入戰鬥 先切到空對空模式 你可以看到他們其實已經顯示在這個屏幕上 這三架 沒錯 甚至他們已經發射了 20還有離處 我們換成TWS 我們必須快點射喔 不然 他們會 我們會進入他們的S-300的射程 你看警報一直叫 當然我們的對地防禦系統也會 也會幫我們 也會幫我們打他們 所以他們也必須 也不會太靠近我們的本島 我們先 Defense一下 我們先Defense一下 OK 都是S-300的訊號 麻煩 看來我們有集中目標了 兩架的這個 殲11 對 必須 先到D空 我們要躲避這些 S-300 OMG 那裡有顯示一個 6 有 有 有可能 是 殲20 Shit 我們 我們的療機 我們的療機已經死了 Shit OMG 尤太殲20在我們後面 我們的RWRU顯示他們的 數字 就是那個6 Shit 我們丟一下副油箱 我們 這樣子會 太危險了 似乎雷達有偵測出來 不過不太確定 是不是 OMG GOOD 就是在前面了 只是 唉 畢竟是隱形戰機 少不太到 我們要把它 往我們的防空導彈 導彈 帶 Holy shit Holy shit Oh MG OK 各位歡迎來到Tek View 剛才那場模擬 算是我在DCS 自己設計的 一個 非常簡易的 一個模擬 不過 我們可以在裡面 看出 非常多端倪 首先 我其實是有 稍微 按照台灣海峽的 距離去設計 這個海峽 他其實距離 跟台灣海峽差不多 那待會我就給 大家看 比較 幾個關鍵的部分 首先 我們先在這邊 起飛嗎 大家 如果一開始有看影片 就知道 然後咧 如果我們一上地視角 因為剛才是第一人稱視角 我們一上地視角來看的話 殲20呢 我那時候設計是 把它在比較內陸的地方 因為我記得沿海是沒有 殲20的基地的 所以這殲20在這 那這邊呢 是他們的S300 然後還有幾架的這個 殲11也是準備起飛 OK 那這個地方呢 是我們的這個 防空導彈 只是 那個DCS沒有天工之類的 所以我們只能用 比較舊的音式 這個會有一點誤差 其實 這一次的模擬 算是大家看看就好 因為 誤差真的蠻多的 蠻多就是 呃我們 有的東西 DCS沒有 或是中共有的東西 他們也沒有之類的 對 OK我們繼續看 呃一開始 的確我們就 測飛 那你們可以看 那個殲20 一起飛 他就已經 射這個PD-15了 只是 呃我們運氣好 或是說 AI其實不太清楚 PD-15的射程 所以他一起飛就射了 那這個真的是有點 奇怪 而且他是打這種 類似拋物線的 有點像彈道導彈的機制喔 OK 這個是他們 呃 S-300的這個 防空的火力 應該說射程距離 那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沒有顯示出 最大的搜索範圍 他好像只有顯示 這個 呃 算比較近的射程 不然其實 S-300的射程 是涵蓋全導的喔 所以這個大家 要注意一下 那 OK我們繼續看 OK所以殲201開始 就打了PD-15 然後他打算用這樣子 用高炮的方式來打到我們 那我們就是 那時候也完全不知道 所以我們就是繼續的 剛才維持我們的動作 OK 那這邊就 比較有趣了 就是其實 我們並不清楚 他們已經發射了S-300過來 啊 S-300 所以我這邊接近的時候 我的告警系統 我的RWR已經開始叫了 那 我是等到 因為我是 我的雷達 其實也偵測到了 這些殲-11 所以 我知道了 他們S-300要來 然後我趕快把 120射一射 趕快結束戰鬥 而 我們的這個 遼機呢 他算是 也要跟著我們下來 只是 他可能就沒有這麼幸運了 他就是 飛了一飛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又突然轉回去 結果 他就被S-300給 打死了 那你們也可以看 我們的防空系統 如果你們能想像 他是 這個 天工的話 那也是 在涵蓋在這整個 這個射程範圍內 那可是 殲-11 AI的殲-11 很會躲 或是說 硬式導彈本來就比較好躲 他就一直都躲掉 所以 其實 到剛才的 戰場後面 後端 基本上沒有殲-11的原因 就是我們的 防空系統 起到天制的作用 沒有讓他們 整個大批過來 不過我們防空系統 似乎也少不太到殲-20 而這就變成說 我們的 算是 本島的 內陸 已經被入侵了 而我們的預警機 很可憐 他 就直接 被殲-20 用PT-10打死 我不知道他為什麼顯示R-60 OK 那這邊 對他們跳機了 OK那這邊 我就在 Dodge 然後我其實我的RWR一直叫 因為 有可能是這些 其實已經沒有什麼 這個 那個叫什麼 那個S-300了 我覺得 叫的原因可能就是 一直都是這台殲-20 他可能 一直有在鎖著我 那或是後面的這一台 其實殲-20 我們 真的拿他沒什麼辦法 我不知道現實中 遊戲中是這樣子 我們真的拿他沒什麼辦法 那 預警機一掛掉 我們也沒辦法 透過預警機去得知他們的位置 那 對這邊 就是我在這邊 一直像無頭章一樣 亂飛 OK 你們可以看 兩台殲-20 都已經入侵到了奔道 這個是遊戲裡的數據 所以現實不一定準 但是大家 大家如果 有想法都可以在下面討論 OK 那對 這邊就到了我要死的位置了 你可以看 我雷達 是有稍微掃到啦 只是我完全沒辦法鎖定 我沒辦法鎖定 然後我就一直在找 我一直在找他在哪 他在哪 找不到 OK 找不到 當然因為我是F16C 也許V型 可以掃得到 我不知道 然後 懂 我就死掉了 OK 所以 有人說台灣不需要五代機嗎 我覺得其實 還是蠻需要的啦 這個其實模擬下來 就算是 沒有到很準確 但是 你們也可以從這次的模擬看下來 五代機對一個國家的 算是超市劇能力來講 真的非常重要 那 沒錯 之前就有人說 如果只拍蠶鬥 可能看不太出來超市劇長怎樣 所以我這次就打算就拍這次 拍這個超市劇的影片 那想說 就給大家稍微了解一下 那如果你喜歡這種模擬戰爭 你也可以在下面提出你想看的題材 那我會盡量去完整的模擬 當然你們如果之後你想看比較大規模的 譬如說有海軍的 那也可以 我也可以做出來給大家看 OK 那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是風哥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了